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要算这个范围里面 它有几个数字的话 请各位切到统计 那实际上 count 相关函数 就是这个 count 它会告诉你 出算格里面什么呢 包含数字 有没有 keyword就是这个数字 然后呢 count a 的话呢 指的就是什么 有资料的 就非空白 blank就是空白 if就是条件 所以其实我刚刚四个问题 刚好就一二三四 就可以解决 所以第一个count 那我们怎样 把这个范围给它 不是三个 第二个问题是 有资料 就是非空白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你把它切到那个count 相关函数的count a 然后一样怎么样 这地方呢 给它一个范围 那就是会告诉你说 非空白的有这些 那空白的有几个呢 你就是找到那个count blank 它会告诉你说呢 里面有空 不过count blank有时候会出错 明明里面 其实是空的 但是它却告诉你里面有资料 为什么 可能因为你做了一些格式设定 或删掉什么 它好像会放一些 是不是假资料 怎么样 会有一些干燥 我遇过了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什么 如果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什么 大于30的话 就count if 那你可以count if s就多条件的 这个跟三米符那还蛮像的 那我们一样给范围 第二个条件是大于30的 所以它一样会变成一个自串 前后会自动帮你加双一号 总共会有七个 所以这几个函数都非常重 大家后面有count if练习 一样这个超过五万的有几个 当然你一定要插入函数 一样用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count if 然后呢 如果是什么呢 统计金额 所以range的话是这个范围 crateria就是大于五万的话 还有几个 一样它会变成一个自串 然后有三个也回来 大概先知道一下 总共会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那再来我们是针对这四个函数 就是有一个黑名单筛选的练习题 那这一题的结构 它的逻辑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是要查询 是不是黑名单里面的 第二个是黑名单 所以你黑名单往下 ctrl向上 黑名单 ctrl向下 总共有两万多个黑名单 实际上这同学给我的资料 它已经有去掉很多 可能不只是两万笔 它可能是几十万 上百万都有可能 那当然我们练习 然后最后查询结果 请你把四黑名单都列在这里 不过最好是一键按下去 就搞定 是我们要的 不过这个里面可能 要写VBA有点困难 所以如果你不会写VBA 我讲过了 你可以先用录制聚集开始 录制聚集再修改 就可以达到 所以待会我们的预期目标是 按下去黑名单自动就出现了 这样是最终极目标 可是呢要怎么做到 第一个要解决 怎么去查 当然之前有同学 看多方法 用什么 ctrl F 寻找 用寻找的话 可能寻找 V如函数吗 V如函数会有问题 因为你要查这个东西 LucaVari 可以试试看 不过好像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刚刚也用过 邮标先放在查询 名单的B2 插入一个刚刚用过的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count if 然后呢 range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要查的黑名单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切到黑名单 然后呢 邮标放在A2 当然以前是这样 往下选 不过我不建议你这样一种 为什么 因为往下选要选很久 到了没还没 好 这招不要这样用 我是建议怎么样 你可以 就是range的话 切到黑名单 记得呢 邮标先放在A2 然后Ctrl Shift向下 就OK了 好记得 A2 Ctrl Shift向下 你不要像有些人一直拉过头了 而且拉很久 还不知道到了没 好过头又拉 最后你这边 这边动来动去 所以记得啊 邮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但是更好的方法 我是建议啊 你用什么呢 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非常好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先把黑名单 有没有 先把这个范围哦 先把它给它一个名称 叫黑名单 那最简单的方法 邮标放A1 Ctrl Shift向下 就是把它的栏位名称跟它的范围一起选取 切到公式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 它的名称来自于顶端列 按确定 你就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看到有个黑名单 它就是指这个范围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很多资料库的处理都会用名称 就非常的简单 另外呢 名称跟VBA搭配 非常的简单 城市一个地方都不用改 贴上就搞定了 或者这个后续我们会再跟各位讲 所以你如果用名 假设现在有个黑名单的名称 记得等一下这个可能要不能做错 如果做错你可以检查一下 这边看一下是不是A2到A的范围 如果错的话你再修改打勾就可以 那我们如果用刚刚count if再做一次的话 那range你可以就配合名称配合F3 F3它就会把名称带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以后F3 所以好像以前我们只要做一些事 就是先把名称都定义好 然后以后F3 F3 那那个名称又是有意义的 你就看得懂 就会很简单 那criteria是指的什么 这个1没有信箱 所以他会帮你把什么 这个1没有信箱 去比对一下 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 有就是1 没有就是0 有没有 按个确定 那我就可以点它两下 全部做完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是黑名单 不是 就是1就是黑名单 0就是不是黑名单 所以我可以什么 游标再放在B1 做一个一件事情 留下E 可以用什么 资料 的什么呢 筛选 应该有用过吧 然后呢 你可以留下E的部分 0的部分去掉 然后呢 游标再放在A2 Ctrl-Ship向下 Ctrl-C 切过来之后的话 把它Ctrl-V贴上 好 得到答案了 可以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个方式应该是最简单的 那只不过呢 如果我希望 刚刚做的动作可以把它变按钮 按下去 它会 等于将来也许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 做两个 一个按下去 就是把刚刚的东西帮你把它搬过来 一个是清除就好了 两个按钮 一个是搬过来 一个是清除 那怎么做 那可能就需要录制聚集 把刚刚的动作 录下来 变成一个按钮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先把游标先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B2这上面 然后用Count-If 那这个部分我用名称 名称部分的话 记得我是黑名单这个地方 游标放A1 Ctrl-Ship向下 公式里面我是用什么 从选举范围间顶端列 按确定 然后配合F3 然后呢 做完之后再利用筛选 把结果call过去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呢 我要变成按钮 按下去 自动搬过去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